好的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73课的单词 那么这一课的单词呢,其实并不难,但是很重要 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叫做周,一块读一下叫week 它呢,翻译成周或者星期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由它所构成的短语 比如说这一周该怎么说呢?很简单,叫this week 下一周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单词就是下一个叫next 于是呢,叫next week 当然上一周呢,就是由上一个last所组成的叫last week 所以这三个词呢,可能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了,ok 再来复习一下this week,this week,last week,last week,next week,next week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一个单词呢,叫伦敦,一会儿读一下london 这个单词呢,很多同学习惯于读伦敦 大家知道哈,这些世界上的地名,比较著名的地名,他们都一定的名 所以你不能叫伦敦,什么纽约,这样的都不行,ok 好,一会儿读一下叫london 好,这是一个地名,很简单,不再说了,如果你想表达这个伦敦呢,是英国的首都,这个也很简单 当然首都叫capital or capital city 所以你可以说london is in capital city of Britain 这就可以了,ok,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单词叫突然地 来读一下suddenly,suddenly,这个单词叫突然地 为什么我要把它弄成蓝色呢 主要是因为它翻译成了中文叫突然地,也就是土地得了 那么在这个73课这一课文当中呢,有好几个单词 比如说suddenly,还有什么呢,还有pleasantly,slowly,这几个单词呢,基本上都具有共同特点 它们都是以ly结尾的副词 那么好,我们先呢把它搁在这儿,一会儿呢,一块儿说,ok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单词叫公共汽车停靠站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交站台 一块儿读一下,叫bus stop 而相反,如果是这个 每天晚上啊,公交车要回去 停在那地方呢,我们就叫做bus station bus station,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很简单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词呢,叫微笑,一块儿读一下 叫smile,smile 大家从中文名字就能看出来 微笑,就是微微的笑 如果要大声的笑呢 那就得换个词,一块儿读,叫laugh laugh,好的 这是这两个词的简单区别和差异 但是呢,它们的用法比较具有共同特点 我们先来说它们的词性 这两个词都同时具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 那好,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 请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些句子 我一会儿要说的这些句子当中 这些词都是什么词性 请大家先看第一个 he said and smiled 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他说了,笑了 实际上就是他笑着说的 是吧,他笑着说了 来,一块儿读一下 he said and smiled 那么显然这是两个并列的动词 smiled是一个动词 好的,再来一个句子 我说 she's telling me a story with a smile 翻译成中文就是 她带着微笑,带着笑容 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这里面说的是 with a smile 所以显然smile是一个名词 好的,再来一个句子 they're talking and laugh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正在说笑 就是他们有说有笑了 是不是 所以有说有笑 显然是个动词 所以这里的 laughing 就是一个动词了 OK 所以判断这些词的词性呢 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 就是当你要表示 带着微笑干什么 大家就可以参照这里的第二个例句 叫做blah blah with a smile 比如说他笑着进来了 我们就可以说 he came in with a smile 就可以了 OK 行了 那么过于微笑 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接下来再往下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愉快的 读一下 pleasantly pleasantly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愉快地的翻译 说明它是一个副词 L-Y结尾 咱们一块来一会儿再说 好的 接下来一个单词叫明白 或者懂得 一块读一下叫 understand understand 大家知道under的意思呢 叫在下面 stand呢 叫站着 很奇怪 站在下面就明白了 这个单词的构词非常难以说明白 它的意思叫懂得或者明白 那我们在口语里面经常会说 yeah I see 是 我明白了 其实你也可以说成 yeah I understand 一样的意思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understand 这个词 这个动词 它也有过去时 它的过去时叫什么呢 叫understood understood 这个说法 OK 行了 接下来看一个单词叫做讲话 或者是说话 一块读一下 叫speak speak 好的 这个单词叫讲话 或者是说话 我们先研究它自己 这是个动词 所以毫无疑问 动词都是有各种时代的变化的 那我们知道它的动词变化呢 一块读叫 spoke spoke speak spoke OK 好了 那么再接下来要说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提这样一个词叫say 因为这个单词也翻译成说话 或者是讲话 它和speak翻译成的中文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单词 翻译成的中文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用法 或者说在意思上 有没有差异呢 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 其实它们俩的意思差异 或者叫用法差异 实际的用法是有比较大差异的 那么从这个 这个speak开始说起 speak这个单词 它所表达的意思 或者它最常用的场合 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表达说话的能力 什么叫说话的能力啊 比如说 我说这小孩刚刚出生 他不会说话 这就是他不具备说话的能力 于是这时候呢 我们就用speak 比如这个句子就叫做 the baby cannot speak 这就可以了 ok 当然 还有一些聋哑人 他们也不会说话 就是他们不具备说话的能力了 ok 好了 第二个用法呢 叫语言 也就是说呀 当我们在说 他会说某种语言 我会讲某种语言的时候 都用speak 加上这门语言来搭配 比如说 这个人特别棒 他会说英语和法语 那怎么说呢 the man is very super he can speak English and French he can speak English and French 也就是说呀 只要后边加上某种语言 我们都用speak和它来搭配 ok 行了 这就是关于speak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来说 say 这个单词 say这个词呢 它的用法比较单一 比较单纯 一般来说 只要后边有内容的 我们都用say来说 有人问了 什么叫内容呢 说起来也很简单 比如说 我妈说了 后边有一堆内容 这个时候就得说 my mother says 或者过去时 my mother said 就这么意思啊 不论你要说 我妈说了 我们老师说了 天气预报说了 谁谁谁说了 只要后边有内容 我们都用say 这个单词来表达 ok 这就是speak和say之间 最大的差异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 接下来我们就要实践一下 他们俩之间到底 这个在用法上有什么差异 当然顺便呢 我们得说一说 就是在搭配短语的时候 或者后边加东西的时候呢 他们俩具有特别特别大的共同点 比如说 当你要表达谁谁对我说 那叫做say to me 所以呢 对某人说话 可以叫say to somebody 当然 如果是speak 也是一样的 叫speak to somebody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们俩就有共同的这个用法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呢 还是要让大家明白 这个say和speak 在用法上到底有哪些差异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题 来通过题来搞清楚 请大家来看第一道题 应该选什么呢 好 我们一块读一下 叫什么呢 it's very cloudy now 呦 现在天呐印着呢 接下来 but the radio blah blah is going to be sunny this afternoon 意思是说呀 但是收音机说 今儿下午会放晴的 好的 收音机说了 那么后边这些东西 就是收音机所说的内容 所以毫无疑问 有内容 那就填什么呢 对了 填say 那么radio呢 属于三单形式 所以叫 but the radio says ok 好了 再来看一道题 他说 he is super he can blow blow English French and Chinese 说这人特厉害 他会说 英语 法语 和中文 这么多语言 那么 只要说语言的 用什么呢 speak 所以答案就是 speak了 好了 第三个 这个句子看起来 非常的容易 但是很多人 经常会选错 please blow blow hello to your mom 意思是说呀 你要跟你妈说个 问个好 就这意思 那么问个好 说明这个问好 hello 也就是他说的内容了 所以 我们叫 say hello to somebody 当然你可以这么理解 也可以把它继承 固定的搭配 所以呢 向某人问好 就叫 say hello to somebody 当然 如果是说 向某人道别 也是可以的 叫什么呢 say goodbye to somebody 这也可以 say goodbye to somebody OK 行了 那么这三道题 做完之后呢 想必大家对 say和speak的用法 应该说是非常了解了 OK 好了 接着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单词 叫手 一块读叫hand hand 这个单词呢 很简单 我们现在呢 就说这样一个表达 叫什么呢 新手 这个新手呢 大家注意 不叫new hand 叫什么呢 叫a green hand 也就是说呀 这个绿色 可以表示 新的 不熟练 这个意思 所以新手 就叫a green hand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单词 叫pocket pocket 它的意思叫 衣袋 或者叫衣兜 用法很简单 如果说 在我的兜里 在我的衣兜里 叫in my pocket in my pocket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个短语 这个短语叫什么呢 叫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翻译上中文呢 叫零用钱 或者叫零花钱 这个呢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大家想想啊 如果一个人钱特别的多 那你想他会随便塞到兜里吗 显然 他肯定会用一东西叫钱包 所以呢 只有一些小面值的 随便平时用的零花钱 才会塞到兜里 所以 这个pocket money 就叫做零花钱 或者叫零用钱 OK 好了 那么当大家要说一个句子的时候 也很简单 如果你要说他呢 把手 揣到了衣兜里 或者 割到了衣兜里 放到了衣兜里 这些表达 通通都可以用一个词叫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 OK 所以全句就叫做 he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 OK 好了 接下来看一单词叫短语 一块都叫phrase phrase 当然还有一句叫 短语手册 读一块 phrase book phrase book OK 这两个单词 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 我想找到一个短语 在这个短语手册里面 那么就是 I want to find a phrase in a phrase book 就可以了 OK 好了 接下来一个单词叫缓慢的 一块读 slowly slowly 你一看呢 又会发现这是一个 缓慢 d 这样的翻译 而且是以ly结尾的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负词 那么关于负词呢 在整个这个73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个了 来一块回顾一下 有哪些个呢 slowly soundly 还有pleasantly 它们都是 以ly结尾的负词 那么接下去 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说到 这些负词的用法 OK That's it 这些负词 中文字幕——YK